各位欢迎收听由考拉FM独家出品的评论节目考评会 我是凡素 今天我们来说说马英九登太平岛 1月28号也就是昨天 余下任期仅剩不到4个月 已经进入看守期的台湾领导人马英九 率官员和学者前往南沙太平岛视察 军方也派出战机和军舰护航 这是马英九任内第一次登上太平岛 台湾总统府表示 这次登岛的目的除了在春节前慰问驻岛人员之外 还包括发表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 说明推动太平岛的和平用途 以及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 马英九在岛上逗留了两个小时之后 在当天小1点钟返回台湾 并且在晚间的6点多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那么太平岛是一座什么样的岛屿呢 它原称黄山马面积0.48平方公里 在南沙群岛中既是最大的 也是唯一具有淡水资源的天然岛礁 距离台湾本岛1600公里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目前由台湾实际控制 但是中国大陆 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宣称拥有该岛的主权 所以呢 不出意外 马英九的这次登岛行动引起了包括大陆 越南 菲律宾 美国在内的各方关注 我们来看各方具体是什么样的反应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礼拜三在记者会上响应提问说 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两岸都属同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有责任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 这是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表态 那么马英九也在他登岛归来之后的国际记者会上 回应了大陆方面的表态 他说两岸政府主张存在着差异 中华民国最早在1947年提出有关南海主张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没有出现 而大陆虽然继承了国民政府的主张 但是将南海11段线改成了9段线 马英九说我提出南海和平倡议 他们没提 我提主权争议搁置 资源共享 他们也没提 他接着说两岸有很多共同历史血缘 无法切开 不能认为主张相近就是亲共 双方立场不完全一样 如果细心分会看出不同 他又强调台湾会遵守联合国公约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越南政府方面呢 他们说强烈反对马英九视察太平岛 越南驻台代表还说将向台湾政府相关的单位提出严正抗议 而菲律宾方面 外交部称各方都有责任避免增加南海情势紧张的行动 而台湾最有力的盟友美国在礼拜三也表示 对马英九的登岛计划感到失望 并说此举极度无益 对解决南海争议毫无帮助 那么马英九在国际记者会上也响应了美方的批评 他说我在几天前就通知美方登岛事宜 对美方认为他登岛会把紧张关系提高 他表示这一点我倒看不出来 因为我并非在那里叫嚣 而是希望把太平岛打造成和平救难之岛 他认为美方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他和美方大方向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原本邀请了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派员随行 可是民进党拒绝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昨天上午也重申 和平方式处理南海争议 但是记者询问他就任总统之后 会不会登太平岛 蔡英文并没有回应 他指出对于南海争议 民进党历来立场一致 就是坚持南海主权 希望确保航行自由 相关争议要根据国际法 跟海洋法公约来进行 希望整体争议以和平方式进行处理 台湾作为区域的一份子 也有责任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而民进党的立委赵天林 则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他说台湾国际地位再怎么艰困 都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 对于马英九登太平岛 民进党不接受予以谴责 台湾记者针对这个话题 还专门采访了新当选的 将会成为台湾立法院 第三大党的时代力量的主席 黄国昌 也可以说是一位新兴的政治明星了 他的态度是 总统视察领土本来就天经地义 但是现在时机非常敏感 南海争议目前正在国际仲裁程序中 情况相当复杂 加上政府已经进入看守阶段 行为应该更加的谨慎 这对台湾外交关系 与在亚太区域稳定上扮演的角色 将产生重大问题 他认为美国可能要重新思索 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 包括如何增加台湾在国际关系上 应有的国际地位 请美国朋友们重新思考 要真的把台湾当盟友 而不是棋子 好 我说了这么大段的背景 那到底为什么马英九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登岛 为什么民进党又没有派人随行 太平岛到底是一座 有着怎样特殊地位的岛屿 跟岛内政治和区域争议 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故事 那接下来我想请大家 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我在台湾大选报道期间的搭档 凤凰周刊 专注报道台湾新闻的记者 马军来分析 我首先请教马军的就是实际问题 马英九和蔡英文到底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这时候会有这样不同的举动 马英九在这个时候 在基本上虽然说到了一个 像兰志比赛一样的垃圾时间了 但是正好是他最无牵无挂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了 实际上在陈世典的执政的最后的阶段 是2008年的2月2号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也是在那个时间去了一趟太平岛 李登辉是从来没有去过 陈世典是在执政的默契去的 马英九也是在执政默契去的 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的执政包袱 应该是最少的了 基本上大家所有的关注点 都会放在新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的身上 陈世典2008年2月2号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新的领导人还没选出来 因为记得08年应该是3月22号选举的 马英九这次是选出来之后 他就马上去了 而且只是知会了美国医生 都没有得到美国的肯定 或者得到美国的同意就去了 可见这个时候他是怎么说呢 就比较任性了 就是反正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所以别人说什么我也就无所谓了 选择这个时候过去 而蔡英文在这个时刻没有派人过去 其实在我看来是应该怕模糊了一个焦点 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双手挡制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呢 非常的不明确 在选后呢 马英九也是邀请过蔡英文来阻隔 而蔡英文连电话都没有接 说我在开会 所以是让他那个马英九的这个 总统府秘书长和他党的秘书长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电话 一个沟通 这个登岛的这个问题上 也是马英九和蔡英文打电话 蔡英文也是不接 说在开会 然后请的是总统府秘书长和蔡英文的秘书长 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知会吧 但是他还是没有安人过去 民进党传递出来的一个说法说是登岛宣示主权 这样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时刻不对 首先这是一个两个领导人马上就要交接的时刻 可能会引发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会让美国人不高兴 其次呢 现在又是一个敏感的时刻 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克里 现在在北京访问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就选择登岛的 也让民进党对美国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交代 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显然只是民进党的一个说词 国民党是不成人党 国民党认为 那这样的话 那蔡英文可以说任何时刻都不是正确的时刻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事情都不做了嘛 甚至还说说如果蔡英文你在2016年要 2024年如果你要下来的时候 轮到你登岛了 你能说是一个不正确的时刻吗 所以现在来看呢 因为台湾是在中美台这样的一个三角的国际格级之下 它是两大之间难为小嘛 蛮久过来登岛 被认为是一个亲近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民进党显然是站在美国那一方 这个事情美国不高兴 那民进党显然就认为这个时机是一个错的时机了 那另外就是关于太平岛 它是不是在台湾的这个政治议题方面 它也是很容易去进行操作或者炒作的一个题目 太平岛是一场和台湾既有登役的国家是菲律宾嘛 你知道蛮久在第二任刚开始的时候和菲律宾也有一个移民的那样的一个冲突 就是菲律宾的警察就无故的就打死了台湾的移民 这件事情呢被蛮久处理的还算不错 也认为是大陆方面这个粮关系搞得好 波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包括菲律宾它和美国它和日本签署的这个移业协定 就是台日的这个移业协定 这个签定之后也被认为是它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突破 不论是马英九的角度还是民进党的角度 领导人登到这个南沙台平岛也好 登到教育台上也好 你说如果有这样的一天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宣传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 对凝聚岛内的共识啊 凝聚台湾的国民的这样的一个对领导人的认同 对领导人的高评价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动啊 只是说现在两边对这个他们所都要诉求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马英九登到岛上呢 它肯定是宣传一个中华民国式的 大中华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 而当年春时点登到太平岛的时候是借着太平岛那个机场建成的那样的一个室友 登到那个岛上去庆祝这个机场建成 它全程没有讲中华民国 只是讲台湾那样的一个民族主义 所以看上去都是在宣传一个民族主义 实际上里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 在太平岛是台湾驻军最远的地方了 我们看它跑屏东换军机 然后再飞过去也要1400公里 1200到1400公里 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距离 也是台湾的台军也好 国军也好的势力触及到最远的地方 蛮久到那个地方去 肯定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个结果 对它和周边这样的一些外交 也是显示它维护自己的主权 当然这个主权这个东西一说出来 大陆就紧张了 因为在大陆来看台湾是 应该是没有主权这样的概念的 所以大陆现在的这个情节 它也是比较的微妙 一方面就是又主张说 两岸来共同维护自己的独产 一方面就对台湾的所谓宣示主权 这样的一个行为感到非常非常的尴尬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两岸一直是又合作又斗争的 当然现在在民进党上台 台湾很有可能偏向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那就是合作的这个空间就大一点 逗争的空间就小一点 我看他从太平岛回来之后 也跟记者有一些的互动 有记者就问他说 这次行动你是不是在未卸任之后 马西二会来铺路 马英九他有一个回答也挺逗的 他说你的想象力实在是叹为观止 他说这纯粹是太平岛不要被降格的问题 而且是说民导是南海 一百多个岛屿中少数自然形成 不是填海的人工岛 他就是强调 他就是一个岛屿 但是为什么记者他会有这么一个联想 觉得这可能是为马西二会来铺路呢 其实在台湾的很多媒体来看的 马英九其实就是一个卖财集团的头子 他要和习近平见面呢 肯定要送一个礼物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这样的是给中国大陆的一个礼物 其实就说明这个记者他在了解太平岛这件事情呢 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这个缺失或者认知的误区的 这次马英九过去有两大任务 第一个呢就像韩风刚才你讲的 他要确定这个地方是一个岛不是一个岛 他是一个岛不是一个岩礁 因为只有岛才有12海里的土权 200海里的这个专属经济权 之前呢菲律宾是在海牙国际法庭 以中国大陆为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被告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告诉 说要确定这个岛上的没有水 没有自产的食物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从外面运输过来的 所以只能是一个礁不是一个岛 马英九这次过去还特别特别强调 我们看他的那个在岛上的讲话 特别特别有意思 他还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井叫五号井 这个井水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井的品质呢和那个法国的牌子一云 可以是相提美的 还说我们讲到这一点 说呢我们在岛上呢还专门吃了丝瓜 吃了岛上养的鸡 所以我们这个岛上呢是可以这个 自己自足的 至少在这个食物上是可以自己生产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岛 这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他要维持他这个岛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权益 第二个呢他是要过去刷一下存在感 因为大家以前都知道说在南海这个地方 中美是两个角力的大国 其次呢还有菲律宾 还有越南 我们包括抗疫的还有马来西亚 甚至文来都对有几个岛礁都是有主权这样的一个诉求的 唯独没有台湾的声音出来在国际上 所以蛮久这次过去呢 也要向国际社会进行一个宣誓 说我们这个岛实际控制 不管是台湾也好 还是中华民国也好 这个是由我一份啊 不能你去你菲律宾去告这个岛的这个归属 结果告来告去你是去海牙去告这个大陆政府 我台湾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份的 这个蛮久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马虎的 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 蛮久坐着一个船或者坐着一个军机去 军队视察或者是去这个远航这样的一个场景了 当年他可是以这样的形式出道的 蛮久是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当年考法务部长的时候 那个定选广告可都是一个非常帅气的 一个雄字樱发的人穿着海军的服装 后面扮着罗拉佑的那个台湾进行曲 那样一个米南鱼里面少有的蓬勃向上的 进行曲的那样的一个风格 去拍这样的形象广告的 他最早给人们出道的形象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现在在政治上涯的晚期 最后这几个月又做了这样一个举动 实际上还是有头有尾的 挺完整的一个职业生涯 另外呢就是关于九段线和十一段线的这个争议 其实九段线呢 目前应该是两岸高度重叠的 这个南海的主权主张 最开始呢是中华民国1947年提出来的十一段线 后来1953年的时候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删减为九段线 那这方面的争议 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这个九段线最早是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政府还在南京 他们所划定出来的这样的规划的一个方法 现在在台湾呢叫做游行线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呢 就把整个离中国大陆也好 离台湾也好 非常远的这样的一个海域呢 就囊括到自己的版图里面来了 在国际上 包括就是菲律宾向国际上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已经1月份马上就20分 6月份的话国际上就要给出一个裁决的 因为在国际法也好 在海洋法也好 是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九段线 或者是十一段线 或者台湾提出这样的一路行线的 这个理论 为什么两岸是有共同的合作基础呢 是因为只有海峡两岸 中国大陆和台湾承认这个说法的存在 在国际上的法律是不承认这样的说法存在的 包括美国 包括为什么这次美国很生气 因为包括美国 包括菲律宾 包括越南 马来西亚是不承认的 按照干扰国际法的话 那些地方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 可能太平岛比较简单 因为时机控制在台湾手里 所以可能按照时机控制这样的说法来算 但是其他一些无人的导礁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中美的舰船 飞机在中国南沙的一个岛礁上进行对峙 其实也是中国在上面进行开发 就是实际上要造成一个实际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现在目前来说是有合作的空间 但是一旦涉及到主权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就会比较敏感了 而且在国际社会上 你总要讲一些国际的法律的一些说法 咱们现在从中国大陆这个角度来看 在南海 在东海 在东海 在东海岛问题上 甚至包括这个村 这个东海游戏田 那些问题上都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的 所以也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现象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不提 这个以什么法律依据 是南沙群岛是归中国了 因为从上一次外交部进行呃 澄清包括这次外交部进行回应都说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祖宗海 是祖产这个跟跟法律就没有关系了 这个又又诉求到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方面上来了 所以只要马英九能够把这个他所诉求的民族主义往中华民族主义上靠 而不是台湾民族主义上靠 所以在两岸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 呃合作的空间还是要大于呃 呃斗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 当然蔡英文上台之后会不会全面倒向美国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那刚才既然说到了十一段线和九段线 那我想为大家补充一些资讯和观点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郭正亮 在去年六月份发表在南华早报中网上的分析 我觉得放在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 主要就是谈到美国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关于九段线的问题 在去年的五月十八号 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也就是CSIS的资深亚洲顾问葛来仪 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他说呢从现在起到二零六年的一月台湾总统大选 是台湾澄清十一段线的机会之创 他说美国应该持续的鼓励台湾澄清十一段线的意涵 产明当年划设的原始原因 届时来逼北京厘清九段线的意涵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这么肯定台湾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牵制中国 郭正亮教授分析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中华民国是九段线前身 也就是十一段线的创始者 如果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的台湾 愿意主动放弃1947年的十一段线 将对中国大陆1953年才成立的九段线产生釜底抽薪的弱化作用 第二1947到53年中国陷入内战 当时有关南海十一段线的海权佐证资料 很多呢都已经随着国府迁到台湾转到台湾去了 对美国来说呢 九段线只是没有明确精美度的历史虚线 与沿海各国200海力主张出现大片重叠争议 如果拥有原始资料的台湾 也就是中华民国愿意承认十一段线的量测佐证不足 缺乏原始政务的中国大陆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更加难以证明九段线的论据了 第三点 台湾至今仍然实际控制着太平岛 在扩建机场跑道和码头之后 具有极为关键的战略价值 尤其是永暑礁距离海南岛最南端 榆林港高达560海里 但是距离太平岛只有大约60海里 太平岛当然是美国监看永暑礁未来发展的最佳据点 永暑礁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争议岛礁 目前是由中国大陆实际控制 也是战略价值非常高的一座人工岛 尽管美国要求台湾放弃十一段线 但是台湾对此却显得很保留 毕竟对台湾来说 一旦放弃了十一段线的主权 形同把中华民国的领海线缩到台澎金马 不但可能引发领土范围的宪法争议 更可能引起大陆怀疑台湾将走向两个中国 国民党的一中各表 必将遭到空前的挑战 此外台湾民众也可能会质疑 如果十一段线领海因为台湾政府鞭长莫及 就可以放弃主权 那么以此类推台湾根本无从管辖的中国大陆领土 岂不是更加应该放弃主权 那么由于放弃南海主权是将联动到破坏现状的两岸的敏感神经 在2014年的9月1号马英九出席中华民国南墙史料特展的时候 重申仍将以十一段线作为南海领土依据 即使是立场偏独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去年的5月29号去美国访问之前 也提早在5月26号针对媒体 民进党一代2016年执政将放弃十一段线的传闻 驳斥说民进党一向主张根据国际海洋法 以和平手段处理南海争议 绝不会放弃太平岛主权 也坚持主张公海航行自由 不能接受任何挑衅行为 事实上即使在民进党执政期间 陈水扁还曾在08年2月份亲自登陆太平岛 刚才马俊也跟我们讲到过 当时还引起了跟台湾友好的菲律宾的强烈抗议 不过呢 这一波美国对台湾的南海施压 显得来势汹汹 在葛来仪出席国会听证会表示 说这是澄清十一段线的机会之窗的同时 华府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的郭晨熙 也发表专文呼吁北京应该同意台北加入南海争议的协商 除了建议台湾要依据海洋法公约厘清南海主张之外 还建议台湾可以在幕后推动参与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 美国对台湾的这种南海施压甚至还上纲到了弃台论 在去年的5月25号 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叫做格拉瑟 他在国际安全记刊发表专文 主张说美国终止对台防卫 来换取中国和平解决东海及南海争议 并且接受美国在东亚的长期军事安全角色 甚至美国海军战略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叫做金莱尔 他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 叫做以合作螺旋模式解决两个问题 他就建议呢 美国从减少关岛驻军开始 接着裁撤美国在台协会五官办公室 停止售台新型武器 施压台湾谈判 最终彻底停止对台军售 换取大陆放弃对台军武 两岸进行最终地位的谈判 那么面对这一波空前强大的南海施压 马英九他就在5月26号 是去年的5月26号 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 重申了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和平互惠 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 呼吁当事国尊重海洋法公约 透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可问题就是台湾受限于主权承认的困境 并没有迁属海洋公约法 中国大陆呢 即使早在1982年就签了 但是在签约当时也附了这么一条 涉及主权和岛屿争议 不属于海洋法权限 所以说不管是针对 中日钓鱼岛的主权争议 还是针对中非黄岩岛 中越南海钻井平台 或者中美永暑礁 这些主权争议 东海或者南海 和平倡议显然都很难有作用 好结论就是很明显 台湾呢处在中美两强之间 对于南海主权论述 他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局 他一方面不愿意因为放弃 十一段线而触怒大陆 引发两岸的矛盾 另外一方面呢 又必须配合参加美国联合东盟 向大陆施压的南海策略 促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及早实现 那么现在 2016台湾大选已经尘埃落定 美国对蔡英文的南海压力 必然会越来越大 台湾最后将怎么样取舍 也会备受美国和南海各国的关注 好了 非常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考评会 我是凡素 在香港祝你健康平安 欢迎关注考评会的微博 在新浪微博搜索即可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